下面回答就是花旗参对更年期症状有没有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非常好 严格说中年男性女性对吧都遇到这个问题 先谈女性 最大的问题是潮热 我们以前有个代言人 这个遇到类似的问题 他不吃花旗参吶潮热非常非常厉害 吃了10米以后 这个症状就明显地下降 这不是他一个人体验 像很多中性女子吃过身 可以替代某种意义上说 刺激素降低的副作用 抵抗它的副作用 因为人生造肝 它会刺激现体分泌好吧 让这个女性拥抱青春 不用说拥抱青春 至少是改善一下更年期的症状 同样告了 是搞妇可的吗 我曾经给我们神通协会 我说应该是探讨一下花旗参对更年期症状的影响 因为这个问题市场非常非常大 而且非常有效 这个不限于花旗参 同样人参也有同样的作用 对男性 大家理解 当然性功能下降 花旗参刚才说过 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 所以有撞扬功能 所以滋阴补扬 这是最好的体现 抵抗更年期症状 男性女性都一样 尤其中年朋友 三四十岁 三十五岁之后吧 三十五到六十五 给您分享一个例子吧 我一个朋友吃了以后 他说 哎哟我现在给二十多岁吃了 说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